大家好,我是Lan哥 又是C追查的特備節目 大家以前有沒有看過一套電影叫做《黑鷹墜落》? 就是說美軍在索馬里遭遇到滑鐵路 而在樓市方面 今天也有一件事墜落 就是太古城 太古城的樓價終於見到一萬元 一萬元的赤價是近年新低 樓價應該回到2011年 這幾天也有很多太古城的消息 首先,太古城把孖車的位置減價 而今天也看到太古城的樓價 終於見到一萬元 現在比較有種感覺 大家好像要錢不要貨 大家一種是散水的感覺 大有大散,小有細散 大集團和富豪都不斷沽貨 而普通業主都不理你三七二十天 都是沽了才算 這種情況和1997年那次跌市 真的有很大的分別 所以今天就拿了一萬元一呎 這個太古城做個案例 我們在這裡討論一下 究竟太古城最近發生什麼事 在未開始之前 如果大家未訂閱的請幫手訂閱 請贊同及分享給朋友 如果有時間的話 請幫手訂一訂廣告 多謝大家 在美聯網站有個成交個案 就是太古城翠湖台 泰湖角的低層H室 實用面積是583呎 成交價是640萬元 即是為起每一呎 是10978元 早三個月 這個泰湖有個成交 就是650萬一間兩房 當時的赤價圍起來 也有13000元 當時市場很便宜 但今時今日 這個幣更便宜 在泰湖角這個 赤價只有10978元 我們看看成交 如果只看太古城翠湖台 我們會看到 由2021年大約是17000元 一路跌 跌到去年11月 都還有14000元 到12月就要11000元 所以到今年的2月 真的有機會跌到10,000元 這個很合理 它的跌幅 與CCL或美聯的指數 是一模一樣的 而我們看看Google Mac 其實泰湖城這個吹湖台 是給一條天橋 就是一斬斬開了 所以那三座 就特別是固定的 這個翠湖台 比起泰湖城正常的 山字角 星字角 便宜很多 但你說便宜很多 但它始終屬於 泰湖城的範圍 所以這個新城郊 未來一定會拉低 泰湖城整體的樓價 而有關泰湖城的消息 昨天泰湖集團 都拆受了10個 這座車位 而且這個售價 一拼就拼了6成 其實它的減幅也挺厲害的 我們會見到什麼現象呢 就是泰湖城的發展商 它本來拿著物業架 現在仍然有很多商場 和車位可以拿著 現在車位就開始拆手了 商場之前都賣了一部份酒 商場 我看它之後 都會賣賣出去 泰湖集團的賣法 給我們一種感覺 要錢不要貨 而且它盡量散貨 希望將香港的東西 賣多少多少 只剩下少少 在香港的船數 好像整個那樣 不會賣光的 只剩下少部分 大部分就調去歐洲 和調去英國 最近我們不是經常聽到一些金句 那句金句是什麼? 是你悲觀 我就看到這個油市入興的好處 所以大家看到油市入興的好處 就是這個外資 就散貨了 就賣東西走了 所以我說 香港的外商設置的情況 是陸續續營 是繼續的 我前面都說 泰湖會把所有在泰湖城的東西 就賣散 包括車位 或者是這個商場 如果他把車位和這個商場 是不是給單一的投資者 這個最好是對泰湖城的居民 為什麼? 因為如果是單一的投資者 他們的管理 就比較齊整和方便 但可惜不是 就像車位那樣 去賣給業主 那一旦賣散了 其實管理就很困難 即是外居的例子 例如這些湯場 就是一個湯場 你湯了這麼多人出來 你賣散了 有些業主就 鏡石的商場 有些業主就不鏡石商場 周圍放貨 你賣散的車位 是一樣的 你本來統一管理 你全部是泰湖租 那泰湖其實 哪一道難 就立即補 那不是 你賣散租的時候又怎樣 就是你不是業主負責 你是業主立案發團 因為你的車位 都是有份數 就歸回到業主立案發團 就是業主立案發團負責 那麼 業主立案發團 就算是想整理 都要開會 他就不會即時跟你解決 所以泰湖城的管理 我相信 就會補這個 尾湖新村的後塵 其實尾湖新村 即是新世界 未賣完的東西 當時的管理比較好些 但是當新世界 賣完的商場 賣完的車位 之外出入 現在管理 就比以前差了很多 好了 現在泰湖城 就跌到一萬元一呎 在近來的新低 究竟現在泰湖城 賣得過呢 要回答這個問題 首先 你要想 你到底買泰湖城 要來自住 還是要來投資 所以我會分開兩部分 跟大家說 首先 我從自住方面看 如果你買泰湖城 要來自住 其實我覺得 性價比比較高 為什麼 因為有大洋商場 有近地鐵 其實交通四通八達 很方便 不過因為樓齡比較大 其實大家要預算一筆維修費 或者是忍受一些異味 大家知不知道 一些舊的樓 進去有一股異味 跟新樓是不同的 而且這樣的舊園 沒有一些新型的回所 而一般的公共設施 亦都是開始老化的 但是你自住 你將來會不會賣出去 那你會賣出去的時候 其實自住也要考慮 泰湖城 會不會有一個升值的問題 升值問題 一會兒我會和這個 用來投資的部分 一起來講的了 如果你買泰湖城 是用來收租用的 投資用途 其實是買不到的 為什麼呢 投資呢 我們除了拿回租金回報之外 其實最重要就是 那個升幅 未來的升幅 是非常之重要的 而升幅呢 也取決這個 需求和供應 當你這個屋苑 是很多人想買的時候 你自然呢 你的價錢就會推上去 但是泰湖城 會不會有很多人想買 是不會的 因為很多年輕人 是不喜歡這樣的舊屋 他們喜歡有些有回所 所以泰湖城這個機會 是沒有了 而且這個泰湖城的樓齡 都比較大的 因為它第一期 應該是七幾年的時候 起好的 到現在已經變了差不多 有五十年了 很多業主其實很便宜地回來 這個屋苑 其實很多都是變成一個老入屋苑 賣出來的時候 很多業主真的很便宜回來 可能是當時十幾萬二十幾萬 買回來 其實現在它買得出來 其實都是賺大錢的 好了 就算這些老人家不賣 到他們死後 死後就變成遺產盤了 遺產盤的後人一定買 很多賣力分錢 所以其實在這些需求不夠的時候 但供應很多 供應為何多 因為其實這些陸屋苑 很多人想買出來 就換一些新的屋苑 所以供應一定是比需求大 所以樓價一定沒有運限 我都不用跟大家說 什麼狗運 叫大家二六二七才買樓 這些問題 我只用這些數據 跟大家分析 其實太古城的需求 是很小的 因為坦白說 哪些人現在這一刻 會買太古城 換樓客就沒有了 每個移民都走了 還有那些年輕人 年輕人不會住太古城 雖然太古城是交通方便 但是他們是想有些會所的 從投資角度 就算你說 我有很多錢 我都是收租 收租 收租呢 你就要計算一個租金回報 租金回報 現在你太古城 你厲害 都是只有三厘左右 但可惜 如果你三厘 不如我就拿筆錢 我去做定期 我一定好 我就敢收租三厘 因為你太古城 你收三厘 你還沒計算其他 例如小維修 你又有差響管理費 又是你包 有什麼事 電器壞 又是你業主要換 這些全部都是一個支出 還有呢 如果你收租 你要交稅 交稅也不要緊 最慘是遇到租壩 如果租壩 你自己的心力也會交稅 所以我說了這麼大 其實我正式回答這個問題 就是現在太古城 樓價跌到這麼低 是否買得過呢 我可以告訴大家 是買不過的 因為在留言區 經常有很多觀眾 想我介紹一下 究竟香港哪個地方 可以買得過呢 其實大家都知道 我這幾年 我都看淡樓價 我都經常叫大家 過了赤馬紅陽劫 2627 再看看樓市 是否有氣息 再決定 入不入市 如果你已經是太古城的業主 現在應該怎樣做 你會看到樓價不斷地跌 又是我向啟德業主的呼籲 儘快賣 賺得很早錢 當然最好 因為我坦白說太古城 很多人賺到錢 因為當時很便宜 太古城我2005年都賣過 但現在當然是賣出去 我2005年買了多少錢呢 建築面積的兩房側王 675呎 是313萬 只有這麼多 現在你怎樣都賣到800萬以上 這些職位 所以太古城的業主情況 比啟德好很多 很多都是賺錢的 今天賺錢當然快 好了 如果你真的幾年才入市 今天輸 輸怎麼辦 我想你也不會輸得很慘 輸少就當贏 都是要走路的 好了 今天時間夠了 今天多謝大家收看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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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拜拜